國二女生凶案 由兩名國小女童全程觀看 其中一名曾經和被害者起口角 是案件中的關鍵角色 這兩名女童分別為11歲和9歲 就讀同一所國校 父母親打零工為生 經常半夜才回到家 欠缺家庭關注 兩個人成天泡網咖 由於家庭背景雷同成為好朋友 經常翹課 在學校被老師列為高風險輔導個案 包括跟學校輔導室 還有我們有那個 我們信任學生的輔導諮商的中心 包括社會處 都會對這個學生做 包括個案輔導或團體輔導 11歲女童曾經輟學 校方聯絡家人 經常無人回應 女童經常到鄰居 林春雄和黃曉雲的住屋處玩樂 當作父母一般崇拜 還介紹9歲女童給大家認識 而這起案件爆發的癥結 在於女童和受害者起口角爭執 請大人幫忙出氣 但明明被列為高風險輔導個案 校方卻對女童在校外的行為 一無所知 對 所以我們對她外面交友情形 或是她在外遊蕩的情形 我們就已經有某部分的掌握了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去控制 她說你到外面不能跟誰交往 不能去哪裡 兩名女童行為偏差 涉入凶案導致的陰影有待輔導改善 但過程中校方和政府單位 有沒有態度失職也將成為檢討目標 記者何孟千玲指揮新竹採訪報導